马桶员VS监控员积木盲盒 线手是脚步 还有战斗力标志一心 身体两心 手部 哇 战斗力三心 头部 合体完成时战斗力为123 哇 九星 这战斗力爆表啊 我等不及想看他是谁了 开箱 咦 黑色积木 先把脚拼起来 是什么厉害的角色 能和终极泰坦电视人对抗 你们知道吗 这双腿好长啊 觉得整个身体拼完之后 一定比终极泰坦电视人强壮 开箱身体积木 开箱 身体颜色也是黑色积木 这些积木拼的身体 一定能扛住终极泰坦电视人的攻击 我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明白 监控员阵营这么好 终极泰坦电视人为什么会叛变呢 嗯 有谁知道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哇 这个角色也是泰坦 你看他身体中心有个泰坦的标志 把身体转过来拼后面的装置 把这个厉害的角色拼好 等会是不是两个泰坦对战呢 哇 太期待了 飞步的强力推进系统拼好了 把腿部也组装上 这身体相当结实啊 我先去喝杯水 闻到了强大的敌人气息 在哪里呢 就是他 跟我的 拼好的积木怎么睡了 是谁看的 太过分了 你们知道吗 维修好了 然后开箱手部盲儿 开箱 咦 有好多种类的积木 应该就是这个厉害角色的武器了 拼他起来看看 哇 这是手炮吗 太厉害了 把另一个手臂也拼出来 这个厉害的角色 有没有小伙伴已经看出来的呢 他到底是谁啊 哇 这手臂上的盾很厉害 把他们组装在身体上 装上手臂后 威武了许多 把头部也拼出来 合体玩是九颗星的战斗子 太厉害了 开箱 是白色积木 嗯 这不是投影员的贴纸吗 难道他是 我知道他是谁啦 他就是马桶员VS监控员里面的终极泰坦投影员 哇 赶紧把它拼好 合体之后是九颗星的战斗力 一定可以和终极泰坦电视员对抗 你喜欢马桶员VS监控员里面哪个角色呢 可以告诉我哦 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 后面不但更新马桶员VS监控员 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 头部的火力装置可以多角度攻击 把贴纸贴上 头部组装上身体 终极泰坦投影员组装完成 哇 终极泰坦投影员 右手终极火箭炮 左手天使之盾 背部有四倍推进装置 头部多角度火力攻击 简直太厉害了 谢谢 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干嘛 终极泰坦电视人叛变了 在攻击监控人 走 去找他